买LV千万要小心 又遇到一只让鉴定师蒙蔽双眼的包包 这款LV五合一也是假货泛滥 外观很难看出什么差别 上一期LV三合一包包讲了很详细的logo字体的鉴定方法 那我们就先打开包 看一下里面的皮标字体 你发现有什么不对了吗 其实字体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字间句明显不对 注意商标A和S A E这三个字母 比较明显的不对版 拿出放大镜看皮料 锯齿纹路很相似 但是假的终究是有破绽的 同样是正品 同一天专柜爆出来 老花纹路颜色也会不同 打开拉链助力感很像 但是放大镜下看拉链齿 假的明显没有正品五金边缘打磨清晰 看五金刻字 虽然字体非常接近 都很清晰 但是正品的字接句更紧密一点 接句小字体容易会糊 对于客字工艺要求比较高 接带上的五金勾扣和拉链头 颜色上看不出区别 但是logo客字的边缘 正品棱角分明 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走线工艺 为了防止造假 帧数一直都会有变化 今天的LV五合一包包建订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我 了解更多LV的鉴定干货 我们下期再见